加拿大技术移民里面有哪三个类别 这三个类别在审批的时候有没有优先顺序 意义在打分的时候 四个因素是最关键的因素 哪些是可以加分的点 哪些甚至是有可能被减分 如果你是30岁左右 你的生日过了以后 那么你的分数会不会减少呢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频道 这里是Tal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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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nse 主要分享有关加拿大留学、移民、工作 以及财富管理的相关资讯 希望能够给你的工作、生活带来有价值的信息 哪怕是一点点的娱乐 刚才大家听到的问题是我搜集到的一些问题 所以今天再次跟大家聊一聊意义里面的一些点 和加分的地方、减分的地方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我的频道 就按右下角的订阅按钮 然后按这个铃铛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任何更新 意义就是加拿大联邦出的一个快速移民通行 它的英文全称也叫Express Entry 就快速通道的意思 那么它们分为几个类别呢 它分为CEC、FSWC、FSTC Canadian Experience Class 就是由加拿大工作经验的这个 另外一个叫Federal Skilled Worker Class 这个应该翻译成技术类的 Federal Skilled Trade Class可以分为技工类的 这么三种类别 那么就回到我刚才问的问题 这三个类别那有可能你都符合对吧 那你应该怎么办 是你三个都会申请 还是说只会选中一个 其实官方有答案 我们来看一看 官方网站是这么说的 我来把它放大一些 它是这么说的 如果一个申请人符合以下的三个相线里面 三个类别里面 比如CEC、FSWC、FSTC都符合的话 圣批的这个官员只会选其中一个 来看你满不满足条件 如果你这一个满足条件的话 其他的他就不会看 那如果你三个都满足 他怎么去看呢 他是有一个优先顺序的 他给出了这个优先顺序 是下面这样一个顺序 首先要看你CEC 你有没有加拿大的工作经验 然后其他的条件等等 如果你符合 那他就把你归为这一类 其他的两个就不看了 但如果你这个不符合 他才会接着看下面一个 就是FSWC 就是你的技术类的 有没有满足不满足要求 如果你满足要求 那就把你归来这个选项里面 如果你还不满足这个选项 那就把你归为最后一类 这三个里面他会归为一个给你 放到你的这个文档里面 而且他下面也说了 如果你这三项一个要求都没有满足 那你有可能被拒 就是他会拒绝 而且不光拒绝 甚至更严重的是 他会判你是mispresentation 就是你信息的不对称 或者信息欺骗 这个其实影响蛮严重的 三个类型里面 如果你都符合 你只能进一个选项 那就是他有优先顺序 先看你是不是 有没有加拿大本地经验 所以你看了 他对加拿大本地工作经验的 要求的这个重要性 就是如果你能在加拿大 有工作经验 尽量找加拿大有工作经验的 这么一个类别相限 第二个我们刚才问到的问题 就是哪四个关键因素 是判断你分数高低的 这么样一个情况呢 我之前其实提到过 意义类别里面 主要四个比较重要的部分 第一个当然就是你的语言 就是英语 英语如果你能考到雅思 差不多是在七八分的时候 那分数是最高的 另外一个就是你的教育背景 如果你是硕士博士 那可能这是最高分数 博士最高分数可以得分 再一个就是 如果没有硕士博士 你如果有一个本科学历 或者有一个三年的专科学历 再加另外一个双学历的话 也是可以加分的 第三个就是你的工作经验 如果你在过去十年当中 有至少一年是相关经验的话 那你就可以加分 但是如果你有五年 那是应该是加分数最高的 最后一个就是你的年龄 对你的年龄嘛 所以这也是压倒很多人的最后一根稻草 因为很多人年龄已经超过了三十岁 最黄金的时间他给出的是二十到三十岁之间 你的分数是最高 好像能够达到一百一 那也是有原因的 因为加拿大现在也面临着老龄化的一个问题嘛 他现在想吸收一些年轻的壮丽青年 或者他们创造价值嘛 所以说到这四个因数 我们也会来看一下官网上 我们首先来看年龄 大家可以看到的是二十到二十九 他的如果你是单身的话 你可以加一百一 如果你是有对象的话是加一百 你看他这是一个峰值 你低于这个年龄也会减少 然后你高于这个年龄当然也会减少 所以最黄金的年龄阶段是二十到二十九岁 再看下面是语言 语言的要求 你如果能够达到 你看达到CL8 他的最高分数是CLB9 CLB9基本上相当于雅思的七分到八分这样子 其实你接近满分的话差的也不多 最主要的就是二十跟三十之间差的比较远的 就是这么一个 八和九之间差别是半 所以你努力一下 如果拿八七七七雅思的话 就应该是挺高的分数 再一个下面就是看到的是 他是说加拿大的工作经验 如果有五年的话 你就可以直接讲八十分 所以其他的话 大家可以自己看一看 你的工作经验和其他的 我们重点就是想突出年龄 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一个点 那很多人说了 比如说是二十岁到三十岁 那就有人问 如果我现在提交了以后 我的生日是三十岁 我已经过了三十岁生日 我会不会减分 这个官方也给出了答案 被选中之后你的生日已经过了那个分数线 你已经过了生日 比如说你三十岁 你申请的时候是三十岁 那你申请完了已经是三十岁 或是过了一年 因为他的有效期是一年 过了一年你三十一了 会不会降分呢 他这里说了是不会降分的 点开这个链接来看一下 这个是免除的 如果你生日过了以后 他是明确规定一条是免除的 也就是说你生日过了以后 他是不会减分的 那说到这里到底有哪些加分的选项 哪些减分的选项呢 这里也给出了一些 我们可以加分的点有哪些 第一个就是你高校毕业 也就是刚才所说的 学历越高 当然分数越高 然后呢 加拿大的工作经验 又再强调 如果你有加拿大工作经验 那你就会加分 再一个 比如说你获取了一项证书 这种证书类的会加分 哪些证书可以加分 我们具体要到时候去查 他这个里面符合要求的证书 再一个就是提高你的语言分数 下面一个就是可能遇到减分的情况 减分的情况是什么 第一个就是新的语言测试 比方说你在一年之内 你的雅思是两年嘛 但是一年之内 比如说你雅思过期以后 就是你的申请过期以后 你重新考了雅思 或者说其他的私培等等 你的语言分数降低了 那么你在提高的时候 你的分数可能就降低 这是可以符合逻辑的 再一个就是 之前申请的时候 有雇主给你担保 现在如果你没有雇主的话 那你就会降分 接下来这个可能加分 也可能减分的是什么 比如说你在这个申请的过程中 你有了对象 你结婚了 你要一起申请的话 那你要看看你的对象 或者你的另一半 给你带来的这个分数 是不是能够满足要求 它项线里面有的是加分 有的是减分的 所以你要看好 最后一个就是不减分的 是刚才所说的 过了生日以后 它是不会减你的分数的 那除了这些 还有没有其他的额外可以加分的点呢 还有其他的可以额外加分的点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就是 其他额外的加分的点 它包括了什么 如果你有兄弟姐妹在加拿大 已经是公民或者是 拿到了分野卡 最多可以加15分 它指的兄弟姐妹 可能应该是直系的 另外一个 如果你懂法语 那你可以加 如果好好学习法语的话 可能加30分最高 所以另外一个就是 Post Secondary 在加拿大有一个教育 受教育的这么经验 就是 当然是高等教育 是专科以上的学历 它最高可以加到30分 再一个 也就是刚才所说的 这个雇主 有雇主的话 就会加这么多分 那雇主加200分 其实是NLC里面 O的类别 O的类别就相当于管理层 高管层 这个是相当不好拿 那如果普通的话 应该是加50分 再一个就是 PN Nominee 加600分 也就是说 你这个又符合 省提名的这么样一个情况下 你可以加600分 好 这就是我们搞清楚了意义 其实有很多可以加分的点 大家可以发掘 那我们不妨来小结一下 第一个就是 有三个类别里面 第一个它看中的是 你加拿大的工作经验 再有一个 你另外加分的点 它又看中你加拿大的学习 所以从这两方面来讲 鼓励的是 在这边留学 然后工作 这样子申请意义的话 是非常快的 再一个 就是语言方面 你英语如果好 当然可以提分 那如果你英语 好 但是你又懂法语 所以又可以加分 第三个 就是说到了工作经验 还是期望有本地工作经验 那如果最少是一年 如果你没有的话 在过去的十年当中 如果有两年 或者是三年以上的话 就是比较有优势 最后一个就是年龄 年龄是压倒很多人的 一个一棵稻草 年龄 黄金时间是20到30岁 综上所述的 我们可以总结出来 一个快捷的公式 如果你是三岁岁左右 如果你有硕士博士学位 或者你有双学位 如果你有五年以上 相关的工作经验 如果你的英语能够达到 基本上七分左右 再懂一点 再懂一些法语 那你的成功率 基本上是在90% 甚至95以上 这是我个人的一些 也欢迎大家来评论留言 看看说说你的看法 你觉得意义里面 加分最好 加分的是哪些选项 或者你觉得 有哪些最容易加分 又或者说一下 你意义申请的一些经验 分享给大家 这就是今天的信息分享 如果你觉得有价值 欢迎点赞评论 转发给你的朋友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Tal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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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